请问学佛者可以玩股票吗? 你想想看可不可以? 你玩股票的目的在哪里? 目的要是想赚钱那就错了 这个是赌博啊,是赌酒书啊 未必你能赚到啊 我有一个老朋友早年在台湾出家人 他现在已经过世了 以后他到香港来了 把台湾的道场卖掉 在香港,在香港有个小道场,喜欢玩股票 台湾道场卖了不少钱 听说在这个香港呢,完了两三年股票全输光了 现在这个人也不在了 靠股票发财的人,我还没听说过来 这个发财,佛经常有啊 佛事门中有求必应的,没求到的啊 求发财是真能得到啊 佛怎么交给我们? 财富是果报 那你要想发财啊 那你要想发财啊 你就多多多做财富是 真的是越识越多啊 识不要想求回报 如果想求回报 错过了 有多少是多少 那决定不求回报 到你需要用的时候 他自然就来了 这个方法 早年张安家大使教我的 聪明智慧是果报 法不识是因 法不识是因 健康长寿是果报 无微不识是因 所以他老人家教我 你只因为修这三种因 这三种果报啊 自自然然 这是五十五年前 他老人家教我 我真听话了 真正一教奉行的 确确实实 所以我对老师的恩德呢 念念不忘啊 没学佛之情 也有很多人给我算命 看下了 说我的命是贫 既贫又贱 贱是什么呢 在社会上没地位 贫是没有财富啊 很可怜的人啊 张家大使 方向都没有跟我讲过这问题 张家大使跟李老师都看出来 这两个都是年岁大的 看出来 所以张家大使叫我修这三种牧师 李老师叫我发行学奖金 因为学奖金 这个功德最大 如果没有功德 也是很大的负购 弘扬佛法 老师当年在台中 凡是看到像我们年轻的人 老师大我39岁 看到我们年轻人 相貌命很薄 短命像 没有佛报的像 他老人家去劝我们发行出来 小鸡 这样子 转变命运呢 最快 比了凡四季那个还要快 真的 一点都不假了 这个我多少人给我算命呢 过不了四十五岁 那我现在八十岁了 我比辽凡先生的时候 做得还好啊 辽凡先生年寿二十年 他的寿命是五十三岁 他七十四岁过世 多佛二十年 我现在已经多佛了三十五年了 我现在已经多佛了三十五年了 所以现在对于生死看得很大 不把这个放在心上 知道人没有死 生死是什么呢 是身体 灵性永远不灭啊 你明白这个四十真相啊 生死这一关就突破了 真正知道没有生死 你就会过得很舒服 什么样灾难根本就没有放在心上了 好好的说佛 好好的读经 这个就对了 可是 在这个世间 三中部是很重要 为什么呢 改变了修佛的形象 这个非常重要 让大家看到之后生起信心 最近这些年来 我参与了过际上的和平工作 那我们今年十一月 这次到法国巴黎 联合过教科文总部 我们在那总部做个大合同 那么在这些 过际会议上 凡是接触的人 他看到我都很羡慕 一听说我 哎呦八十岁了 凡是你怎么保养的 都来问我 所以他们都很关心啊 那我就告诉他 第一个吃素 第二个修清净性 这两样呢 就可以能保持你的健康长寿 这形象在此地嘛 那还有人问的是 哎呦八十你的智慧很高啊 我这个很简单嘛 发布施不要定次 因为遇到都满足的学者 这些学者也很可怜呢 没钱呢 都教书的大学教授 靠那一点生活费用 啊 那么著书 书版权所有 翻译别诱 我说你的智慧就不会开 那为什么呢 你的著作是商品 卖出去以前赚回来 是商业行为 所以不开智慧 你如果说是没有完全 幻影翻译 你的智慧就开 这个秘诀在此地啊 你作品东西拿出去的时候 有版权税收版权税的时候 你是买卖的行为 所以虽然是个教授啊 博士还是做生意啊 我说我不做生意 我的东西没办法 所以智慧年年正常啊 看问题看事情 比你看得清楚啊 道理在此地 总是一个 利益众生性 希望大家都能带好处 自己什么都不要 什么都不要呢 什么都不缺乏 那每一年 很多地方的时候 有一些慈善事情 也要做 每一年用出去的钱 非常可观 数字很可观 从哪里来的不知道 不晓得从哪来的 人家生活我也不记得 我用出去的也不知道 也不记得 所以越诗越多 不要去想这些问题 那玩股票 你要问佛菩萨可不可以玩呢 跟你说佛菩萨可以玩 你也不能玩 你也不能玩 佛菩萨为什么玩呢 佛菩萨玩的是 度玩股票的众生 那用这个做 寄言众生的手段吗 佛菩萨玩股票一定非常高明 天天赚钱 都赚大钱 叫那所有玩股票的人 对他都另言相看 高明 高明跟他学吧 他就会教你 教你怎么玩股票 赚到这钱的时候 捕食一些苦难众生 自己决定没有去花一份钱 那就是佛菩萨 如果你要能学到这一招 那你要是佛菩萨 你可以去玩 而且玩的会开智慧 为众生 为沉迷在股票里头 这一些苦难众生 去救他 去度他 这个行啊 不是这个行啊 不可以 那你就现在里面去做了 好 好